娃仔嘟嘴賣萌 世故被甩巴掌 好委屈 帥在靈魂 不知靈魂是從頭到腳 從內到外都很帥的娃仔 僅現身電影 世故北京發布會 為什麼偏偏是我兒子聽我的哥哥 我腳累著很快 聽說可以讓人鵝絲抱回來了 能讓我健健嗎 哦 連演農工都帥都不行 他在世故中 會找回被拐走的兒子 騎著機車走遍中國 但現實拍攝走透透時 碰到不少困難 在路上開始的時候 還沒有人找就是發現我 然後停了一個紅綠燈 旁邊那個人發現 鵝絲口在那個圍 圍那個叫什麼Ragabove 是圍船 環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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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擠滿 其他人在拍照嗎 對 我們拍戲的時候 我們先看到我們要陪你拍好不好 吃飯環境也很柯難 我們在那個 有一個河邊吃飯 很多參與人 你知道他們吃飯都怎麼樣嗎 用嘴感參與 華仔偷賣萌啦 但回憶起拍戲是最艱難的 其實是這一段 我戴韓球就請你監聽吧 你先給我戴韓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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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你的那個群眾演員是你的粉絲嗎 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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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剛剛開始的時候 導演可能沒經驗啊 這個一定要以後要 我們拍第一次打的時候 他們他都是拍很遠的那個圓景 拍得拼命的 啪啪啪啪 我臉就紅又腫了一塊片 到近景就不敢打 結果我們 其實拍了三次 其實後來 導演也曾經屁他打過 啪啪啪 你要這樣打嗎 啪啪 行鬼浪啊 好心疼喔 報道